第六十八节 朱沙 今晚的雨并不大 只是风太急 坐在船舱里的人看不到外面 只会感觉到风摇船身十分惨烈 以为雨夜很暴 秦深寺去了顾炎珍那边下棋 而后发起大风 他就不好回了 郭吉还在那边说话 郭三爷乘坐的那船大 有两个侧舱可以握 陈玉钊用眼直跳 总感觉今晚会发生点什么 十几日前的预感有意 心一直都没有放下来 他也和秦深寺商议过 想离开顾家的船 另外坐另一条 只是不知该如何开口 郭三爷带人热情 并不是虚假 没有正当的理由 他大约会极力地挽留 傍晚跟顾三爷说 明日到了镇江府 准备歇一日 陈玉钊心里就有了打算 他到时候借口不舒服 留在镇江府吃药 然后在自己租条船北上 和顾家错开 秦深寺和江通 依旧跟着顾家 到时候秦深寺和江通 带着正去北上 尚书皇帝 他随后就到 万一出了事 他和江通也不至于全军覆没 江通是天朝派往安南国的礼部侍郎 他虽然拿着安南国的俸禄 却是天朝的官 江通等于朝廷派在安南国的长期钦差 他的话甚至比陈玉钊的话 更有说服力 陈玉钊哪怕不能自保 也要保住江通 江大人 我心里很不踏实 陈玉钊跟江通说话 总感觉 今也会发生什么 王爷安心 江通劝他 以老臣所见 王爷此心是严密无人知的 明慧公主相信陈玉钊 可如何安排陈玉钊北上 却成了件棘手的事 要是重兵护送 难保路上不惹人生疑 只有陈玉钊和江通也是乍眼 而后就是顾家上心 明慧公主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把陈玉钊往顾家船队里一塞 万一有人存心打听 也知道这支船队是顾家三爷的 移不到陈玉钊的头上 顾家大老爷如今是皇帝身边最红的宠臣 地方上的任何势力都要忌惮三分 让陈玉钊和江通跟着顾家单枪匹马上机 虽然是不险奇 却也是最好的选择 明慧公主问陈玉钊 敢不敢冒险 陈玉钊答应了 他当然敢冒险 安南国地方想 军队不足 胡氏父子更不敢派大量的人 到天朝杀陈玉钊 所以追杀陈玉钊的一直都是一伙人 他们大约分了三队 一个五十人左右 大部分应该埋伏在京城 路上有人堵戒 被陈玉钊杀了十几人 依着他的判断 在江南找他的 不会再多过三人 唉 我倒是不怕 只担心出事 捂上了顾家的人 陈玉钊叹气 话音未落 他就感觉船身不同寻常 他仿佛听到了 风吹刀枪的鸡鸣声 他连忙打住了话 让江通躲到船舱里去 他拿了长剑 悄悄地从船尾出来 果然 船头落了三个人 进庄宿过 就是上次追杀他的 那批人余下的 他们也是分段堵截 陈玉钊的 在黄河以南的 只有二十人 已经被陈玉钊杀的 只剩下这三个了 陈玉钊连忙扶下身子 从袖子里 掏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 然后快速地起身 朝船头的刺客甩过去 风虽大 可是他的臂力更大 匕首就稳稳地 从船尾飞到了船头 扎中了其中一个 刺客的心窝 那人惨叫了一声 掉到了河里 多半是活不了的 另外两个人 就沿着窄窄的船舰 快步地朝陈玉钊奔来 陈玉钊乃是已经知动 他占了心机 一剑又刺中了 另一个刺客的喉咙 三个人 就只剩下一个了 陈玉钊心里非常的镇定 他是稳赢的 只要杀了这个 江南这一路会很安静 不过这些人肯定 给京城那边传信了 水路是再也不能走的 剩下的那名刺客 知道自己不敌 同伴死了两个 他一个人是制服不了 陈玉钊的 他已经失去了机会 值得先逃到山东去 山东还有十个同伴 到时候再截杀陈玉钊 他转身跳上了另一条船 常见砍船锚的铁链 准备让船顺着大风飘走 他也无奈呀 他们这批从安南国来的刺客 有人擅长水心 可余下的这位刺客 他不会水 这也是他为何看到同伴死了 挣扎都不挣扎一下 直接逃跑的原因 他们滑过来的小舟 早就不知道被风浪滚到哪里去了 他明知道这大船笨重 也是唯一的选择了 船锚的铁链很粗 他砍了半天 火光四溅 还是无法砍断 他焦急万分 陈玉钊已经朝得奔了出来 眼看着陈玉钊也上了这船 这名刺客值得放弃 转身往船舱里跑 船舱里唐货有公子小姐 抓住一个先保命在说 他用力地打开了船舱的门 就听到了女人孩子的尖叫声 刺客很烦这种吵闹声 准备呵斥 女人和孩子的尖叫声变得更加强烈 他感觉有人靠近他 脚步轻快 还有伴侣心香 然后一双手栽的后背重重捏着 他只感觉从脖子之下 骨头仿佛被裂开了 剧烈的疼痛毫无预兆地袭来 他吃痛连呼叫都来不及 眼前一黑 手脚都软了 瘫在地上 然后陈玉钊也赶了过来 他一把抓起瘫在地上的刺客 长剑捅了进去 顺手就丢到了河里 三尺高的风浪 不停地将河水往甲板上灌水 三个刺客解决得并不费劲 陈玉钊一把关了顾锦芝传舱的门 他自己站在外面 把顾锦芝等人关在里面 让他们别害怕 江通听到外面的打斗没了声息 这才敢探出头来 只见陈玉钊蹲在顾七小姐那船的船头 目光四叶狼 风锐地打量着四周 侦探着还有没有情况 看到伸出头来的江通 他摆摆手 让江通赶紧躲回去 而后他一个人蹲在船头 片刻不敢松弛 船家已经睡熟 顾炎针那边也歇下了 秦深似因为风雨太急 没有回来 歇在顾炎针船的小舱里 江通不敢睡 一直留意外边的动静 陈玉钊迎着风雨 在顾锦芝这船的船头的枯坐 守护 船舱里的顾锦芝姐弟仨 和妈妈 丫鬟 没有人赶出半点声 大家都缩成了一团 大约过了半个时阵 外头除了呼啸的风浪 再无其他声音 顾锦芝才开了船舱的门 陈玉钊警惕地转过身来 他一直半蹲在船头 腊月的风 冷得能将人冻成冰棍 加上雨浪 只怕再强的人也扛不住 顾锦芝低声喝止 回船舱去 陈玉钊没动 不解地看着他 回你的船舱去 顾锦芝声音更加地肃然 还不走 我拿了船搞出你 他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说得非常认真严肃 陈玉钊唇角就有了苦笑 他身上都凉透了 身子有些抖 再这样冻下去 他自己先僵了 遇到强敌 只怕不是对手 我在你这边暖暖就好 他是怕再出事 回你的船舱去 顾锦芝重重地将自己的船舱门关了 陈玉钊无法 直地跳到了自己的船上 江通连忙给他寻了干衣裳换下 又把暖笼推给他 陈玉钊抱着暖笼 一晚上都不敢再睡了 他在回想顾锦芝 黑暗中 那个刺客好似那么瘫下去了 顾锦芝手里没有任何兵器 他就那么随手一捏 刺客就好像全身被抽了筋骨 他好像捏的是刺客的后绩 陈玉钊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有些心计 原来大夫也可以这样厉害吗 大夫的手比兵器还又厉害吗 顾锦芝更是一夜为睡 他的两个弟弟吓坏了 兄弟俩瑟瑟发抖了一夜 倒是顾炎针和宋太尔那边 不知道发生了何事 睡得安详 到了银时 大风渐渐地停住了 每条船都兜了半船的水 刚到毛时 船家就醒了 准备给众人做早膳 外面的天还是漆黑的 顾锦芝听到船家吩咐 他们的女人点灯 把外面甲板上的水咬干净 顾锦芝也点了灯 准备往母亲那边去 陈玉钊听到他这边的动静 也急忙 从船舱里出来 他看到顾锦芝吩咐船家 驾搭板 就一个起山 跃到了顾锦芝面前 他声音有些哑 齐小姐 我有话跟齐小姐说 他知道顾锦芝要去跟顾三爷和顾夫人告状 顾锦芝看着他 眼神没有起伏 说什么 齐小姐 进来再说 他把顾锦芝往他的船舱里拉 顾锦芝顺着他的手 进了船舱 江头忙出去 秦芝 所以之事 你不要告诉三爷和夫人 我到了镇江府就自己离开 陈玉钊望着他 缓缓地说道 声音有些萎靡 他不再喊得起小姐 而是直呼他的名讳 把他当朋友一样推心致富 希望能得到顾锦芝的谅解 他知道他的闺蜜 顾锦芝的眼神就冷了 带了几分寒波 你离开了 好人还是记得这几条船 我们怎么办 顾锦芝声音冷然道 你还想凑到镇江府 说吧 他起事又要走 他丝毫不像个小姑娘 吓得啼哭 问陈玉钊到底是何人 他冷静又犀利地点名利弊 陈玉钊被他的话说得是哑口无言 的确是啊 这几条船已经是不能坐了 他一走了之 还是惹了麻烦 应该让顾三爷知道 只是应该如何解释呢 锦芝 他眼底有了歉意 顾锦芝已经起山 走了出去 丝毫不为所动 陈玉钊没敢再拦他 直得跟着顾锦芝 去了顾三爷那边 至少